数日之后 虽然有些不舍 但方兮还是离开了如意门这个温柔乡 准备回归翡翠岛 他化为一道流光 低调地飞往援国方向 呼呼 九天之上 刚风猛烈 就在即将穿过援国边界之时 方兮忽然停住顿光 眉头一挑 出来 四周一片寂静 只有风声呼啸 方兮一招手 五行环飞出 化为八仙桌大小 笼罩自己周身 清和剑也握在手中 剑尖指着某处虚空 没想到 你已经晋升元英中期 那一处虚空中 有银色光辉一闪 四周变得朦胧 继而现出两大人影 不 应该说是画形大妖 其中一位一身青袍 五官普通 正是青长老 另外一位神情高傲 盯着方兮的目光 简直恨不得生吞了她 乃是凤十三 原来是你们两位 怎么 想要伏击某家吗 方兮略微一惊 继而冷笑着试探 竟然晋升元英中期了 看来还修炼了 某种神石功法 如今神石应当堪比 元英后期 否则根本无法发现 我的虚空隐匿手段 青长老打量着方兮 目光略有些惊疑 哎 正魔两道 都是废物 方兮背负双手 心中悠悠一叹 但也知晓 人足这一方 也是无奈 两大最高战力 如今都在闭关疗伤 甚至纵然出关 将封两国边界线 无比漫长 总能找到小规模偷渡之地 更何况 不说青长老 纵然凤十三 只要一心想跑 天渡魔君亲自出手 都未必能留住 这两头画形大妖 冒着被围攻的风险 潜入人足疆域 显然所图非小 青长老望着方兮 神色严肃至极 你之前所用 可是枯荣悬光 你是上古青帝山余孽 方兮神情瞬间变得凝重无比 这件事 终于有人愿意提了 虽然不是人足的 天渡与几位老古董 纵然猜到了 也不敢挑明 就是害怕被方兮一道悬光 直接刷了 毕竟 修仙界中可没什么是非对错 只以实力论输赢 如今南荒没有画神修士 修炼了枯荣悬光的方兮 就是妥妥的第一人 纵然他要重建青帝山 搞不好正魔两道 还要陪着笑脸资助一番 再送上厚礼 本作就是修炼青帝山功法 又如何 至于余孽 呵呵 不过是从古修洞府中 发掘出来的罢了 方兮弱弱地解释一句真话 他真的不是什么青帝山圣子啊 呵呵 青长老一脸不信 当年青帝山覆灭 功法散落不少 却无一人能修炼出枯荣悬光 能炼就枯荣悬光的 必是青帝山真传 方兮心中咯噔一下 知道自己之前猜测是对的 若没有得到青帝山的密传练功诀窍 或者如同自己这般的以目法身 纵然侥幸练就枯荣金丹 也未必能修炼出枯荣悬光 但这么一来 老子青帝山余孽的身份 却是要被证实了呀 也不对 就不能是天生的以目法身 又恰好捡到枯荣绝吗 方兮望着面前的青长老 很想这么问出来 看对方信不信 不过想想也知道 大概率不会信的 甚至当年那头镇灵白鹿 见到他 直接就给安了个 青帝山圣子的身份 纵然以前的功法是剪的 但经过长青园秘境一行 经过镇灵白鹿亲口认证 好像自己应该的确大概 算是青帝山余孽了 这口锅看来是摘不下来了 算了 还是灭口吧 他看向青长老与凤十三 纵然本人是青帝山所传 那又如何 尊者有令 青帝山弟子 杀无赦 青长老神情冷然 周身有一道道银色的纹路浮现 激荡的四周虚空都隐隐波动起来 天凤一族 天生便擅长操纵虚空之力 到了四阶上品之后 更是非同小可 这青长老 只是法力波动 略微影响四周虚空 给芳希的感觉 便不再施展密法的凤青等 妖羞之下了 云杰子 你破坏我妖族好事 罪该万死 凤十三望着芳希 眸子中带着冷冽 此次 他与青长老合力出手 这区区一个 猿鹰中期的人族 休想活着离开 该死的是你 敢围攻一位傀儡师 也算你们有勇气 芳希哈哈一笑 不再隐藏 随意一挥手 嗖嗖嗖 一头头气息恐怖的 傀儡浮现 这其中既有 四阶中品的赤虎 腰月牛 也有四阶下品的铁翼鹰黑位 最后则是一头真正的傀儡 鹰头人身的千鸡弓密传战 杀了此妖 方希再一招手 小青浮现而出 望着前方的凤十三 惠子里喷吐出一团青色的火焰 青鸾真火 凤十三惊呼一声 身前浮现出一只淡蓝色圆波 在波鱼当中 似乎有波涛大海一般的声音传出 将黑位 牛蟒 炼制为傀儡 还奴役我足天才为灵宠 青长老没有管 正在被围殴的凤十三 望着方希的神情中满是凝重 你的傀儡造诣 有些超出我的预料 老家伙 今日谁生 谁死还不一定呢 之前被七头古魔与天度魔君围攻 损伤的元气弥补回来了吗 方希冷哼一声 实际上 他还藏了一具青角银臂的木傀儡 毕竟这一头五行林族 乃是木真君所杀 万一被这青长老传回妖界 再被五行林族得知 那自己的马甲就又掉一层了 元气有没有弥补回来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青长老的神色 漠然变得有些诡秘 砰 下一刻 方希身后荧光闪烁 一道人影从中飞出一双手臂 化为天凤之爪 狠狠落在五行环之上 窝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令方希脚步一个亮枪 五行环一阵暴闪 虚空中 宛若有着一株五色莲花绽放 向那一道偷袭的影子砸落而去 那影子一晃 身上荧光暴闪 躲过了五彩莲花一击 来到青长老身边 竟然是一个面目与他一般无二 只是气息略弱一筹的自己 身外化身 方希并不吃惊 到了原因后期层次 掌握此种秘术并不算什么 虽然身外化身大多是魔道秘术 但正道之中也有类似功法 而妖族之中甚至可能有分身之类的天赋神通 啾 而在另外一边 小青在诸多四阶傀儡的辅助之下 简直大发神威 压着四阶中品的凤十三狂轰滥炸 凤十三纵然天赋异禀 又是四阶中品巅峰 但遇到这种阵容 也只能一边抱头鼠窜 一边破口大骂小青乃是种族叛徒 对于此种指控 小青眼睛都不眨一下 只是张口又喷出一道青鸾真火 熊熊 青色的火焰显之又显地掠过凤十三的羽毛 令其微微焦黑卷曲 看起来异常狼狈 废物 青长老已经不指望凤十三能来助战 心中暗骂一句之后 双手猛一掐绝 一团火焰被他从口中喷出 赫然也是青鸾真火 不仅如此 这一团青鸾真火腐溢出现 便灼烧的虚空不断扭曲 四周温度攀升 隐隐有青鸾真型汇聚 明显大为不凡的样子 看来这一头天缝 血脉是偏青鸾一系的 方夕见了 不由心中自语一句 青帝山余孽 留你不得 青长老怒吼一声 旁边的身外化身 则是周身清光狂闪 猛地施展出 一道风属性神通 呵呵 一条条青色风胶浮现 好似形成了巨大的龙卷 卷起青鸾真火 恐怖的风胶会和火凤 共同形成了破坏力惊人的巨风 向着方夕横扫 风筑火势 火刻木戏 甚至对方施展的火焰 还是青鸾真火此种大神通 境界之上 后期对中期还有碾压 方夕的处境 一下变得极其糟糕起来 当真是要全力出手了呀 他感慨一声 一枚黄蒙蒙的珠子飞出 定风珠 伴随着原鹰中期级别的法力灌注 一片黄蒙蒙的霞光浮现 猛地卷向那锋刃与蛟龙 被黄蒙蒙的光辖笼罩 风系蛟龙悲鸣一声 体型瞬间缩小竖程 威力暴降 烽火龙卷 顿时出现破绽 方夕深周五 行环滴溜溜一转 虚空中一朵巨大的五色莲花生成 由木生火 由火生土 由土生金 由金生水 木者五行之始 水者五行之中 表现在外 表现在外 便是那一朵五色莲花 由青转红 再由红转黄 黄转白 最后化为一朵宛若来自九幽之地 周身水气朦胧的梦幻幽莲 哗啦啦 虚空之中仿佛传来澎湃的水流之声 五行水莲迎上了青鸾火缝 一片片漆黑的莲花落下 其中有大量细密的符纹闪现 又被青鸾火飞速灼烧 蒸发 到了最后 那一朵幽冥黑帘 与青鸾火形成的凤凰 双双消失不见 并封珠 还有五行环 原来当日与凤十三交易的人是你 青长老的脸色 漠然变得十分凝重起来 能以区区原因中期 在斗法中就追凭老夫 你知才情 堪称精才绝艳了 乃是人族之中的绝世天才